上海的毛阿婆身体不好 患有脑萎缩 高血压等疾病 2022年9月底 她在家静养看手机时 刷到并关注了一个名叫三老表879的主播 她翻唱流行歌曲 还在广场与围龙在身边的老人互动 2022年10月1日 经过几次连线沟通后 三老表邀毛阿婆到浙江金华永康县见面 初次见面三老表就乘坐户外直播资金遇到困难 买不起10万的设备 希望毛阿婆能支持 称以后会还 毛阿婆没怀疑 附近银行取出10万元给了对方 2022年12月 三老表专门来上海找毛阿婆 喊她干妈让毛阿婆陪她看手表 干儿子挑中一块十多万元的劳力士金表 被甜言蜜语哄晕了的毛阿婆又一次买单 认识三老表之后 毛阿婆每天看手机要到一点多才睡 早在2022年10月底 其家人就已察觉出异样 打开老人的手机后 她光打赏就花了十多万元 后来还成了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妈 家人劝毛阿婆 但她说钱是我的 你们不要动歪脑筋 2023年初 毛阿婆做了心脏造影 10月以无力支付医疗费 家人向媒体求助时 她70多万的积蓄已掏空 其家人表示 将采取法律手段时 三老表 采返还劳力士表 以及答应补偿2万元 但直播打赏的46.5万多元 却难追回